各位評審老師 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在新中學城中校刊社第49屆的副社長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我們的校刊第49期 白日夢 那接下來會針對以下這四個部分 來帶著大家闖一場白日夢 第一個是主題企劃 第二個是文章編排視覺設計 最後是創意與巧思 首先是主題企劃 我們希望學生們翻開這本校刊以後 可以暫時逃離現實 放下繁重的壓力 好好的做一場不切實際的夢 第二個是我們這期的代表動物 我們這期挑的是水母 那水母看似虛物飄渺水波逐流 但是卻在科學界 讓許多科學家覺得很驚豔 就是看起來很軟的東西 怎麼可以有這麼多與眾不同的能力 那水母就好像中學時期的我們 對於未來迷茫 但是因為不確定 所以才能創造更多的無限可能 那最後一個是隱藏版的理由 就是創造一本校刊 也就好像一場白日夢 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幻想著它之後 會想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的 去把這本校刊建築出來 然後活在了夢中 那接下來是文章編排 我們的文章編排可以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個青春彷徨 第二個文學探索 符號與代碼 最後是少年瘋狂 在青春彷徨中 我們放入了容貌焦慮 以及愛情的思索與反處 在容貌焦慮裡面 我們以愛麗絲夢的先進為發想 像是愛麗絲在故事裡面 不斷地放大縮小 想要符合那個世界 想要擁有的樣子 那我們就是在中學時期 大家開始漸漸重視到自己的容貌 然後會對容貌產生一種焦慮感 因此我們訪問了 專業的精神科心理醫師 然後讓我們撥開容貌焦慮的迷霧 再來是愛情的思索與反處 就是在大家的日常裡面 應該都幻想過一個完美的戀愛對象 那在這篇專題中 我們探討的是愛情究竟是 婚姻的墳墓還是它是幸福 那接下來是文學探索 談到夢我們不得不提到就是 許多人會在夢中醒來以後 然後就覺得 剛才發生的事情好像是現實 於是我們就透過文學探討 來探討長久以來被討論 夢與現實的悖論 那接下來是符號語代碼 身在歷世代的我們 就是常常接觸網際網路 與社群媒體 那我們在這個主題中 我們放入了兩篇專題 第一個是賽博龐克 我們希望透過電影的賞悉 然後來討論到底什麼是賽博龐克 那接下來是台灣的電競文化 成為一位電競選手也是很多學生 曾經幻想過的夢想 那我們在這篇專題中 就是在探討台灣的電競文化 然後想要反思大家對電競也吃 那最後是少年瘋狂 民音文化跟台灣獨立樂團 其實都是在瘋狂中誕生的 那民音文化裡面 我們就是透過各種民音去綜合探討說 民音文化對我們現在造成了什麼影響 那在台灣獨立樂團的專題裡面 我們介紹許多樂團 希望鼓勵同學們 只要你有心 你其實也是可以做得到站上舞台的 那接下來是文章編排的第二部分 我們的目錄就是 我們是按照睡眠週期來編排 從比較沉重的專題到最後是 比較開心的專題 然後表示從夢中逐漸情形 然後連接到現實 那接下來是視覺設計 我們在目錄的地方 就是結合本期的代表動物水母 那我們想要呈現的是流動性跟漂流感 那文字的部分是採用 褒扣或模糊 就是代表夢境是虛幻 然後不真實的 最後是創意巧思 我們主色調是從藏青色漸層到暖粉色 就好像是從入夢到夢醒的過程 就是我們的 每一篇專題中間的隔夜 就是從藏青色一直到漸層到暖粉色 那眼睛是從一開始是張開來 然後墜入夢境 最後是閉起來的 那最後一個是 我們透過隔夜人物的眼珠 反映出來的圖像變化 帶出與前一篇專題的關聯性 那以這張圖為例好了 這是連接容貌焦慮 與賽博龐克專題的中間的隔夜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容貌焦慮的 我們是以愛麗絲夢遊仙記這個故事為主軸 那在圖像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位少女的右眼 其實裡面藏了一隻兔子 就是她放大檢視的話 她在眼珠裡面 其實是一隻兔子的剪影影 但是她的左眼是愛麗絲的剪影影 然後整個畫面是用比較高科技的感覺 就是串連在容貌焦慮 跟賽博龐克兩篇專題 那以上是我在這次的發表 我們是城中49 那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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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